大家好,我叫江四哥 开直播的时候,有的兄弟们问我 生在龙华海星人才市场开门没有 山河人才市场开门没有 还有那边的那些小人才市场都开门没有 我告诉你,没有,可能要五月份 兄弟们,不要老是想着去山河那边做临时工 你在那里做久了,真的是传不到钱的 你在那里做五年十年的临时工 你是永远是传不到钱的 你不要看到山河人才市场 那边有时候单价有十八块钱 二十块钱一个小时,一个月可以搞个五千块钱 没用的 你在那里的话,你就是做了一个月回来有五千块钱 你在那里又发光了 为什么呢?等一下我给你们说一下 意思是说你在海星人才市场那边找了一个十八块钱的临时工 做了一个月,身上有五千块钱的话 你回来有可能没有好的工作了 你又在海星大酒店 那里面去找工作,找个十天半个月 你想一下找十天半个月 在山河那边的小旅馆三十块钱一晚上便宜的 还有吃快餐的话,也要十来块钱 你一天生活费要花个几十块钱 住个旅馆要花个三十块钱 这样生下来,你又要抽一点烟 喝点小酒的话,一百块钱 你在那里玩十天半个月的话 身上又花了几大千了 你想一下,你还有多少钱 还能剩下多少钱 有可能身上还剩下两千块钱了 又想着去做临时工 又要为那个工头去找工头 去跟他做临时工 所以说这样来来去去的 你可能是赚不到钱的 你在那里赚的钱都是为了那些工头赚的 为那些旅馆,为那些快餐店打工 你到头来,身上真的是传不到两个钱了 你就在那里做他一年的临时工 到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身上 年一万块钱都没有 甚至五千块钱都没有 有的人在那里做了十年 十年的临时工 甚至五年的临时工 他身上是传不到几个钱的 绝对是没有钱的 因为我以前在那边做个大神的 做个三合大神的,我心里很清楚 我真的很清楚 我很了解那边的人 所以说,我劝你们不要去那边做临时工了 自己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做下去 这才有出路 你在那里做十年,做五年的临时工 那就做废掉了 你永远没有出路了 真的,没有出路了 有的人临时工是做不了了 在那里做久了,临时工做不了的了 去做日节 什么叫日节 做一天给一天的钱 那些什么日节保安 那些什么电商 酒店 做一天日节 给你一百二三十块钱 就是做一天的生活费 那样有意思吗 这样子打一辈子工 有意思吗 吃没吃好个 喝也没喝好个 玩也没玩好个 都是为别人在赚钱 有的人说,在工厂里面也是为别人赚钱 为别人做事 其实都是为你自己赚钱 在工厂里面至少稳定一点 但是你还是有点收入的 你稳定下来 确实有点收入的 但是你做临时工 永远都没有了 那都是做完蛋了 做久了真的是做废掉了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的话 你们就评论一下